七七又到了 那么我们来出一期跟男朋友约会的妆容视频吧 等一下 你们好像没有男朋友 刚刚是在开玩笑 其实我知道我有不少粉丝都是有男朋友的 不过有一部分粉丝还是没有男朋友 所以今天呢 我冒着被老赵痛打的一个风险 然后来结合我之前的个人的经验 来给大家总结出几条女追男的宝典秘籍 那我说的内容呢 仅供参考 杠金看不见我 先说一下我的经历吧 我其实是一个喜欢什么就去追的一个人 我觉得女追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追到了那幸福的是我 如果追不到那也好像没有什么损失 至于其他人说什么 那是他们的事情跟我无关 所以在我人生中的不同阶段呢 我一共追过两个男生 第一个男生是追成功了 第二个男生是追失败了的 然后在我复盘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也将会从我的个人经验 还有我总结出他的追男总要领 以及攻略技巧这三方面 来给大家讲一下具体如何追到男生 现在是我的第一段经验 第一次追的呢 是我的一个学长 管他叫男A吧 我差不多跟他聊了半年多的时间 就是不是天天聊 就偶尔去找他聊一下 聊一下我们爱看的书 爱看的电影 或者聊一下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觉得实际成熟之后 我就直接表白了 然后就成功了 我追的第二个男生呢 我们叫他叫南B 他是我的大学同级 追这个人的时候呢 我是感觉我有点猪油蒙了心 当时我就把自己套上杜菲那样的深情人设 就属于真的是一颗真心 PO给他看 天天对他特别好特别好 天天去找他聊天 各种细节处 然后去表现出 我是有多么多么喜欢他 我是多么多么的真心 结果就是感动天 感动地 感动我自己 就是没有感动他 听到这里有经验的小姐妹呢 就可以在弹幕里刷一下 你们觉得第二段感情是怎么失败的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进入第二环节 就是根据我以上的两种经验来总结一下 追男总要领 第一点就是你喜欢这个人 一定要真心的想清楚 你到底是不是喜欢他 所以我觉得女生追男生 应该分成前中后期 前期是你了解他的过程 也是来分析自己内心的过程 你看看跟他聊那么几天 看看他的具体性格是什么样的 他的人是什么样的 他三观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再想一想你还喜不喜欢他 他这个人值不值得你去追他 一定要把自己的感情沉淀沉淀 其实我现在想一想 我是有多喜欢男币吗 其实也不见得 我到后期完全就是喜欢上了 我喜欢上他的这种感觉 第二点 女生绝对不能先说喜欢 我们今天虽然说的是追男 但是其实主要还是靠撩为主 不能说真的像男追女那样 天天给他买早点 天天给他买牛奶 天天接他上下课怎么怎么样 这样是绝对不行的 尤其是在前期和中期 你在跟他互相试探 互相了解的过程中 你是绝对不可以透露出来 自己喜欢他这种意思的 其实我第二段感情 失败也失败在这里了 因为我有一个非常爱搅局的 一个学长 其实他当时可能也为我好 就提前把我的这种心意 透露给那个人了 所以我在第二个追求人的过程中 一直都是属于非常被动的一个阶段 男生跟女生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很多男生如果知道你这个女生喜欢我的话 他就会飘 他就会不把你当回事 陈奕迅唱了那么多年的 被偏爱的有恃无恐 大家都忘了吗 不过呢你要是拥有天仙般的容貌 这句话就当我没说 因为很多男生还是看脸的 第三点一定要自信 自信的在他面前展现出自己的魅力 还有优点 真爱玲奶奶曾经说过 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 然后开出花来 追男生的时候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 自信的女孩子是最美丽的 如果你太卑微的话 会让这个男生觉得 这个女孩子怎么有点上感着 他就会心里有一丢丢的瞧不起你的那种感觉 虽然你是在追他 但是要记住一定要把自己跟他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 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姿态放得太低 这就讲起来我追第二阵的时候呢 我的姿态完全就是 小哥哥你看看我呀 哎呀小哥哥你在干什么呀 小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我现在想想都很想打那个时候的自己 四要懂得欲擒故纵 不能太主动 还是呢我追男币的时候也是放了这个大忌 我早晨路过的枝子花树 我放学路上遇到了一只猫 我恨不得把我生活中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分享给他 当时真的是属于一颗真心捧在手心里献给他 在他还对你没有什么好感的时候 你这种行为在他眼里就会觉得 有一点看不懂 甚至还会觉得你有点烦 不过呢我知道陷入的这种暗恋情节的女孩子非常非常容易犯这种错误 但是怎么说呢 一定要尽力的去避免 第五点 细心一点照顾一下男生的情绪 其实不管男生还是女生也好心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虚荣心在 其实也不算是虚荣心吧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夸一夸他 所以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呢 尽量挑一些他感兴趣的或者是他比较擅长的领域去聊 然后听他看喊而谈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在旁边应恒一下他 适当的夸他一下厉害啊什么的 这样呢男生也能逐渐的喜欢起来跟你聊天时的这种感觉 不过在两个人聊天的时候啊 你不能只听他在说 你也要展现出自己的优点 比如说聊书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一下 你喜欢什么什么啊 你的观点是什么什么啊 就是尽量的展现出来你个人独特的魅力 还有一点呢是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来告诉一下大家 如果你追的这个男生呢不算特别高 那么你跟他出去的时候尽量不要穿有根的鞋 就是越平底越好 很多男生都不喜欢未来的女朋友比他要高的 第六点在追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有太多的脑骨 千万不可以自我感动 他一不理你了你就在QQ空间朋友圈 还有微博上发那些青春伤痛文学文字 相信我如果男生看到的话 一般都会对你的印象分有所降低 七千万不要自我欺骗 要告诉自己好的男生多的是 绝对不可以有那种我非他不可的这种想法 其实女生的第六感真的很强很强 一个男生喜不喜欢你 其实你的第六感是有那种感觉的 你是自己心里清楚的 可是如果你在追求他很久很久 就是你软磨饮泡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之后 你的第六感还是告诉你 这个人好像对你没什么感觉的话 该放弃就放弃 千万不要还自我欺骗 就比如说看他给你发的文字 多了一个表情 少了一个表情 都会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对我还有点意思呢 我是不是还有点机会呢 千万不要这样 离开了他还会有更好的男生 你们看就算我没追到男币又怎么样 我之后遇到了老赵 你们看现在我有老赵多幸福呀 说完总要领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攻略技巧 第一在网上聊的再多 我也不如约出门来让他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你的个人魅力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何制造约会契机呢 结合我的个人经验哈 可以让你喜欢的男生稍微的帮一下小忙 就属于那种他应该能做到的 然后又不会麻烦他 又不会耗费他太多时间 让他觉得烦的那些小忙 这样子呢你之后就可以借感谢他为由 把他约出来吃饭 吃饭的时候其实你们两个会有很多很多的进展 首先吃饭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他喜欢吃什么 不喜欢吃什么 这样下次你在Q上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不知道聊什么了 第二吃饭的时候呢 你们两个人就能聊很多 而且也能展现出来你个人魅力的一些方面 算是互相了解互相接触的一个过程 两个人吃饭呢千万场面不要搞得太僵 你可以事先去多了解一下功课呀 或去找一找有什么话题 你可以在饭桌上聊到提前记下来 其实一般的男生啊 在跟这个女生第一次约出来吃饭的时候 他是不大可能会让这个女生结账的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结账的话 那恭喜你 你又有下一次约会的契机了 下一次呢你就可以直接买好电影票 跟他说 哎呀上次感谢你帮我这么大的一个忙 然后又不好意思又让你破费了 我看最近有一部电影好像还不错 我已经把票买好了 这次就当我还你这个人情吧 第二出门见他尽量化淡妆 一般浓妆的女生会让男生觉得有攻击感 不太敢接近 所以我还是推荐女生们出去见喜欢的男孩子的话 第一次尽量化一些比较淡的妆 比较温柔可爱挂的 毕竟见面的第一印象还是来自于脸是吧 三聊天时可以展现出自己对他的欣赏 但是绝对不能是仰慕 四如果你是一个游戏玩得非常烂的妹子的话 那么你就尽量不要通过砍他一起玩游戏这种方式来撩他了 当然了如果他主动邀请你来玩的话 你可以跟他玩一两局 看输的局太多的话就赶紧撤 五其实很多男生都是有一点小渣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止损 及时认清这个人 有一部分男生是这样子的 他在意识到你喜欢他的时候 他第一反应不是去拒绝你 他第一反应就是把你像个鱼一样 那么吊着你 但是又丝毫不影响他在他那片森林里 去寻找他想要的那棵树 换一个简单易懂的呢 就是他把你当备胎 他一方面因为非常喜欢你追他而带给他的那种满足感 一方面呢又不能带给你什么 也不想跟你在一起 反而还在天天的耗着你 一旦发现你追的男生是这种样子的话 一定要抓紧逃离 六 追他的时候可以先攻略他朋友圈的一些好友 或者是大学里的话 你可以先了解一下他的室友 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掌握第一手信息 看看他最近有没有跟其他女生在聊天呀 或者说有没有其他妹子在追他呀 又或者说是他最近又遇到了什么心情不好 或者心情特别好的一些事情啊 培养一个卧底还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总结出来的追男宝典的所有内容了 当然可能我有一些遗漏的部分 如果你觉得我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地方 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里来告诉我 或者你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里告诉我 你现在在追或者之前在追的男孩子 你们之间的故事你们之间的经历 然后来给其他的小姐妹们做一个参考 七一节啦希望单身的小姐妹们 勇敢的去追求自己心中喜欢的男生 也希望大家都能追到自己心中最爱的小哥哥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 还有点价值的话 欢迎给我一键三连关注我 然后把这期视频转给你需要的小姐妹们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